繼續來關心的是國民黨的港議官三区六位候選人林依林 他這期對手 民進黨六位候選人鄧民文 當他都在港議室 只是將貨集參加民間 是由林均卡 所以是到三委會來控議 要求港議官三期委員會的總幹事鄧鳳基 要請早這件事 在鄧鳳基共調 鄧民文的主席並沒有問題 相方是復活到今天的情報 林依林共調 她沒有拜託 要對著鄧民文來抵抗 十三號上午 雙庫立委候選人林依林 到甲基官三委會 取鄧鳳基控制 林依林表示 民國九十八年鄧民文 下臨管制後 獲得有破除請教兵 林依林共調 鄧民文等於大載甲基市 沒有大載甲基市 這期鄧民文是幽靈人口 林依林要提出鄧民文 為在甲基市主席的商品 要求鄧鳳基來調查 幽靈人口選條是沒有效的 你們不需要給我們鄭小的 你們知道要叫我們鄭民是怎樣 是要譬如要投給什麼人 幽靈人口還要投給他嗎 對不對 你們真正是都鄭小的 沒有這個問題 沒有這個問題 全都住在這裡 你們都有去查證 你有去查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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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查證 你有沒有查證啦 好了 沒有住在這裡 這不是 這不是 還包括說他的服務處也用在這裡 他說我們民鄉有給我們設服務處 台北也有誰會服務處 他在說那車 我就告訴你 那種的和我們選委的選部沒有關係 我們是針對我們選舉事務的 他剛才在說那個問題 他在說我們有查 那查就是候選人依照法令的規定 那檢戶相關的文件 那這審查都合格 也報導中選會的公告 所以他是那個立委候選人 所以這個資格是沒有問題的 毫無疑問的 我們有查 但是查了就是符合這個規定 但鳳基表示法令就是這樣 不必調查 這句話讓林議員親不滿 當中總有控制的抓棒 在他壓抖 也要等鳳基賣相當民民的候選主樓 說清楚 講明白 像方便論五分政治後 並沒有共識 林議員是要離開選委會 永遠要提告 謝謝中台先加技官 蔡宏博德